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贖槍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 我們要簡單的講一下這個禮包 那這次禮包的話 這個四月戰力包 我有點忘記之前有沒有了 反正今天就講一下 應該是沒有啦 這個四月MVP,之前應該是沒出過 然後六週年的兩個 加上這個 兩個新的點將 啊這個就不講了 跟之前差不多 後面這個就舊的了 好那我們就快速帶過就好了 先講個結論啦 我覺得這次的這個1320 還有這次的這個990跟299 其實都蠻有細長的 就是你自己再看一下啦 那他的筆子上面 金幣雖然沒有當初的金鑽這麼高啦 但是是有到不錯的數值 好那我們就慢慢一個一個來講吧 首先先講這330 330的話就是LV20一個 一個對一個 為主軸啦 然後還有S藥水10罐 筆子上面就相對還好 5000鑽加30億還可以 鑽石筆子是蠻不錯的 但這金幣就普普通通 就小隻禮包來看的話 我認為OK 剛才沒有講到的嘛 那個材料30張跟材料30張 就這小隻的狀況來看的話可以啦 但我認為沒有到很好 你就捏一下 往上吧 好接下來畫990 6週年紀念禮包裡面的話 就是這個6張的超級中華隊 6張千卡 6張傳奇 跟6張國家隊 還有6劍球衣跟6個6加3 還有61跟 6千鑽 筆子的話 金幣筆子蠻漂亮的 有到 有到快30 還行啦 算還行 就990的禮包來看的話 鑽石就普通啦 主要就是主打他6加3很多 那個 那個什麼 成就的禮包 裡面6加3 一圖拉谷阿 對所以 這個你可以再看看 看你有沒有真的缺這麼多6加3 我是覺得應該不會啦 12個 應該要用很久的 好 這個990的話就是 原本的那個990 那東西 基本上沒什麼變動 所以 這個 我認為 應該是 捏一下吧 1320 這個1320的話 就是之前的簽名點將 那之前的簽名點將的話 是兩包299 所以就等於一包差不多1500塊 1500塊的話 看起來是降價啦 難得欸 現在東西 出去外面那個 那個蛋跟衛生紙 還不一定會降價欸 結果你的禮包竟然還在降價喔 第一次看過 好 那這個的話裡面就是 簽卡5張 然後10張國家隊 5張 國家隊跟5張國家隊 還有5張的國家隊 跟30張的 30罐的SS藥水 強化槍12個 是這一包的主軸 61金幣加上5000鑽 最後金幣還看蠻普通的啦 就鑽石看也蠻普通的啦 主要就是說 這裡面有12個 的這個強化槍 加上SS藥水有到30罐 其他的就是你加錢做補強吧 簽名點槍就算是一個 他比較偏向是拿強化槍的一個禮包啦 那這個沒意外 這個應該會變成常鑄吧 之前的簽名點槍也都蠻常鑄的 好 這最後的話就是2990的 這個真的蠻不錯的 裡面的話是 6張超級中華隊 我不知道什麼 沒有升級 為什麼沒有變多啊 然後這個 6張的 簽卡 6張傳奇 6張國家隊 30件的球衣 SS藥水 在幹嘛 縮水成6罐啊 原本的沒有啦 6罐 嗯 加減 然後8加5跟9加6 各6個 那最恐怖的是他的 6萬鑽 配上600億 6萬鑽這個沒什麼好說的 這塊比月卡還要多了 月卡要等30天欸 這個6萬鑽 沒什麼好說的就不錯 金幣比值的話有到快30 我覺得還可以 就 就那個 金鑽 那現在不太會出來 或者是偶爾出來的情況的話 我覺得這包 道具這麼多 是ok的啦 下降一點金幣比值 是還行的 然後加上他的這個 這個卡片啊 是偏向比較高的卡結 像超級中華隊啊 或者是像傳奇跟簽名卡 那個你運氣好一點可以往上開啦 當然像我這種的 就會雷到爛 好那今天就這樣 簡單來說的話就是這個2990啦 你如果錢購的話是可以考慮的 那他是限購一次 但是他的這個金幣跟 跟這個鑽石的石拿 真的還蠻暴力的 然後這個 990的也是ok的 那330就不用啦 裡面就是材料而已 那這個990的這一個 也不用了 所以你就捏一下 上1 3 2 0就好了 好那今天這部 就到我們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給大家喜歡的觀眾朋友們知道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